不过针对这起事件,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坚决表示,不是乌克兰所为,一起来听 可以听到,泽伦斯基他强硬表态,击中波兰村庄造成两死的飞弹,毫不怀疑不是乌克兰的 还补充,是根据乌克兰军方报告,在几个小时之前,波兰总统态度也软化,和北约说法一致 还说爆炸极有可能是由乌克兰为了拦截俄罗斯炮火而发射的防空飞弹所造成 那么北约就说,飞弹并不是俄军所为,无需启动北约集体防御机制